真盜他的權利 因為他們當初 老委會說借他錢 因為他被 因為他公司到官場 然後他們就被那個 他們官場之後他們就沒有薪水 他有兩種葉華盧就是官場 那他就沒有薪水了 那時候那個老委會說 啊我請接你 結果 過了大概多少年以後就開始追討 我借錢借給你 可是對這些 這些工人認為是 是透過政府的錢 電子鐵物 其實應該要跟廠商要 對 不是跟我要啊 是這廠商關門跑掉了 結果你剛要的 結果應該跟我要錢 這政府 從阿免時代到現在 終於才成功 抗爭多久 他臥鬼 大家不知道他臥人是要臥鬼 抗爭 真的很可憐 抗爭那麼久 終於在上個月才終於官司打贏 政府不再薪水 之前就這麼一直在 你想想看 各位想想很多公務人員 他是完全無法理解這些 灌廠工門的生命 酒精 我有一個 朋友 他還是記者 他就在那個 他在老委會短暫工作 王武雪 那時候老委會主委都帶過 他就跟我講 這些 公務員 因為王武雪他說本來想要解決這個問題 他提出 那這樣好 他提了很多方案都被公務員反對 公務員說這個不行 這個法律不行 做法推翻 然後 王武雪後來講 不然這樣好 我自己出錢 因為他是律師 他還算蠻有錢 假設我忘了花幾千萬 不然我出幾千萬 我要把他 更反對 那你是主委 如果你這樣出錢 你就創架惡力 反正反對的理由 太多了 所以他那個 主委的任期沒有要提 一直到現在因為官司打贏 他終於 馬正午終於 認了 不再上訴 然後 那個 公務員就提出一個解決 解釋辦法 他說可以怎樣解決 我這朋友很生氣跟我講說 你這些公務員都當初跟他說不可以 不可以 現在你都說可以了 公務員 其實要找辦法 一定有 一定找得出來 可是他跟你說不行 就太本位去逼 結果 等到這時候就說可以了 想想 就說當公務員他在做他不去主動幫人民想解決辦法的時候 政務官想要解決辦法有用的 政務官也被卡在公務員的這個體系裡面 動彈不動 因為公務員跟你講說你這麼違反 這是不行 就怎麼樣 公務員 比政務官還更了解吧 譬如說律師他算是律師 可是他不懂老委會的這個 公務體系的這個組織的規程 運作 這是只有公務員才在那邊 他們最專業 他很多種警示規程 所以 那個 部會首長和政務官他必須要接受一些公務體系的文官 的建立 這是應該的 因為他們是長期在這基督官工作 可是 本來是優點 如果你 一成不變 沒有辦法理想 其實他就變成全 反過來是 變成 讓你我翻身 所以 類似的事件 他其實會讓你覺得說 你如果沒有去做相關的抗爭 全力就是 沒有 那我們舉大埔的例子 我 以前就講過 大埔 大埔只有兩趴的人 是沒有 同意 被徵收 這兩趴不是那個私戶 後來不是有大埔私戶 兩趴更多 兩趴大概可能 20幾戶 大埔那地區 他被徵收地 只有兩趴人不同意 這兩趴的人過來推翻了政府 依法 依法合定的徵收土地 這種抗爭就是 很重要的抗爭 他合法啊 我剛才講的依法行政 他都合法 為什麼可以缺法 我覺得 在法律有種叫自然法 自然法是更高於一般的法律 所以你的良知還有你的土地的能力 對環境的認知的能力 這部分是超越 法律 一般的法律 例如說好了假設我們規定 我們的空氣 污染含量 本來要低於2.5 什麼各種元素都要2.5以下 突然有一天 有一天那個 商人 去遊說政府 說我們要提高到 我怕 我怕的 一下都可以 工廠可以 那個開放 法律通過了 違法院通過了 可是違法院這些例子都是財產包養的 都過了 那這時候有一群人 包圍工廠 去抗議 他跟他違法 他可能 例如說他就 我這樣講 我是佔了工廠 這樣 他的 法律性 位階在哪裡 我覺得他法律位階在自然 就說因為我的生存權被危險 我記得是變毒氣啊 雖然法律 你把我提高到可以5%一下 可是 這法律不能 規範我的行動 這時候你的生存權是高於這種 政府 人為制定的法 這叫自然法 所以 很多的一些 法律並不是那麼一層不變 我們不是不要害怕說我不守法 但 突然被逼到生存權 要反抗 好 那就 因為這個瓶劍 那我們 等一下時間 我們要從下面休息一下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們從上面十九天好了 再十分鐘再回來 有問題的 可以留下來問 謝謝